欢迎各位观众收看今天的特别新闻,我们将带来来自中国娱乐界的热门和引人入胜的新闻。 在爱情和惊喜的赛道上,中国电影界的一位顶尖明星吴磊传达了一个特别的信息。 他不仅在电影舞台上表现出色,还让全世界都感到惊讶,表达了与他的同事赵露丝结婚的愿望。 一个问题被提出,这个荧幕上的友谊是否会在现实生活中延续? 在粉丝们期待着答案的时刻,让我们一起了解更多吴磊震惊人心的言论以及媒体社群的引人注目反应。 让我们一起等待并探索,这是否只是吴磊和赵露丝个人生活中的一次真诚的举动,还是一种广告策略? 也许,这段爱情故事将继续在新闻头条和粉丝们的心中发酵。 请与我们一起观看并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探索更多。 吴磊大胆表态,我想娶赵露丝在一次出人意料的发展中, 中国电影明星吴磊公开表达了想要娶她的可爱同事兼影视伙伴赵露丝的愿望。 这一消息迅速吸引了媒体和粉丝的关注, 引发了人们对这对情侣关系的许多疑问和好奇。 据悉,吴磊和赵露丝在荧幕上有过多次合作机会,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停留在职场同事的层面, 还有着牢固而亲密的私下联系。 在社交媒体上,这对情侣经常分享快乐时刻和幕后花絮, 营造出一种亲密而甜蜜的形象。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与赵露丝的关系时, 吴磊毫不犹豫地表现出了他的坦率和对这段关系的真诚, 同时表达了希望将这段关系推向更远的意愿。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想取赵露丝。 他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我相信我们将在未来走得更远, 吴磊分享道。 然而,尽管吴磊的声明对许多粉丝来说令人震惊,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 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为了自我宣传和广告,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强有力的举措, 显示了吴磊对赵露丝的信任和真诚。 在等待赵露丝及相关方的反应时, 这一事件仍然引起了公众的讨论和关注, 人们对这对情侣的未来, 以及他们是否真的会走向婚姻, 提出了疑问。 作为一对备受瞩目的影视界情侣, 吴磊和赵露丝的一言一行向来备受关注。 最近,吴磊再次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他公开表示了自己对赵露丝的深情厚爱, 更是表达了想要与他步入婚姻殿堂的愿望。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 立即在娱乐圈掀起了一股轩然大波, 引发了众多粉丝和观众的兴奋和好奇。 对于这一突破性的言论, 许多人纷纷表示震惊和欢乐。 吴磊作为实力派演员, 一直备受瞩目, 而他此番大胆表白更是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心。 许多人认为, 他的坦诚和勇敢展现了一个男人真挚的爱意, 值得尊敬和赞扬。 更有观点认为, 他与赵露丝之间的感情已经深厚到足以走进婚姻, 这样的表态只是时间问题, 为两人未来的幸福画上了一个美好的画面。 然而, 也有一些仁耻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 吴磊此举或许只是一种宣传手段, 旨在吸引更多关注和话题, 为自己和赵露丝的影视作品增加曝光度。 一些人甚至质疑这是否只是一场炒作, 而非真实的情感表达。 另外, 也有人担心这样的公开表态可能会给两人的关系带来压力和负面影响, 甚至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猜测和留言。 无论是哪种观点, 吴磊和赵露丝的感情状况都将继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对于两人的粉丝来说, 他们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影视作品中的情侣, 更是现实生活中的幸福伴侣。 而对于娱乐圈的观察者来说, 他们也将继续关注这一话题的发展, 看看这段恋情是否能够走向婚姻的殿堂, 以及是否会影响到两人的事业和形象。 在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舞台上, 吴磊和赵露丝将继续面对各种压力和挑战, 但相信他们的爱情将会成为最坚固的支撑, 让他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一切。 蒋盛南发文批评赵丽颖粉丝细多, 理性追星, 共建和谐网络环境。 近日,知名编剧蒋盛南在社交平台发文, 对赵丽颖粉丝的行为提出批评, 称其行为细多。 此事件迅速引发网友热议, 成为网络热点。 蒋盛南在文中表示, 他收到了一位赵丽颖粉丝的私信, 该粉丝请求他给赵丽颖帝剧本。 然而, 在得到蒋盛南的回应后, 这位粉丝却未经同意将私信内容曝光, 并在评论区装作无辜, 声称吃瓜不信瓜。 蒋盛南对此表示愤怒和不解, 认为这位粉丝的行为十分不理智, 且带有明显的炒作嫌疑。 事实上, 赵丽颖作为当红演员, 拥有众多粉丝。 然而, 部分粉丝在追星过程中, 往往忽视了理性与尊重。 他们可能出于对偶像的喜爱, 而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如过度干涉偶像的私生活, 在网络上恶意攻击他人等。 这些行为不仅给偶像带来了困扰, 也破坏了网络环境的和谐与稳定。 此次蒋盛南发文批评赵丽颖粉丝细多, 无疑是对这种现象的一次有利抨击。 他呼吁粉丝们要理性追星, 尊重他人的隐私和权益, 不要为了炒作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同时, 他也希望网络平台能够加强监管, 对于恶意攻击, 造谣传谣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共同维护一个健康, 和谐的网络环境。 总之, 追星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 但我们应该保持理性与尊重。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地支持我们喜爱的偶像, 共同营造一个美好的网络环境。 江胜南发文批评赵丽颖粉丝细多, 理性追星, 共建和谐网络环境。 江胜南最近发文批评了赵丽颖的一些粉丝, 称其细多。 他强调了理性追星的重要性, 并呼吁大家共同建立和谐的网络环境。 赵丽颖是中国当红女演员之一, 她的影视作品备受观众喜爱, 拥有大量的粉丝群体。 然而,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 一些粉丝的行为变得过于极端和情绪化, 这引发了一些负面影响。 江胜南针对这些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 江胜南强调了理性追星的重要性。 他认为, 粉丝们应该理性地对待偶像, 不应该过度沉迷于偶像的个人生活或绯闻。 只有理性追星, 才能使粉丝们真正欣赏到偶像的作品, 并为偶像的成长和进步感到骄傲。 其次, 江胜南呼吁大家共同建立和谐的网络环境。 他指出, 网络空间应该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地方, 而不是负面情绪的温床。 粉丝们应该相互尊重, 理性交流, 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氛围, 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其中获得快乐和正能量。 总的来说, 江胜南的发言引发了人们对于粉丝行为的反思。 他提醒了粉丝们要保持理性, 不要过度追星, 同时也呼吁大家共同努力, 共建和谐的网络环境。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网络空间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让每个人都能够从中受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